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間表現不漂亮 因為開高走低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指數會讓人家蠻失望的 因為台股今天早盤開88點 稍微震盪一下 一下拉高了219點之後 其實在前半場就開始一路的往下跌 到中場跌了35點 從219點到35點 朋友們你會發現 哇今天的盤好像跌200多點 那到底這個盤是不是有風險 到底這個盤未來走勢會怎麼去走 我們直接來跟大家去做分析 因為大家比較緊張 我要這麼說今天你看到這個盤勢 其實也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各位你去看台股今天開高走低 可是今天亞洲盤呢 也幾乎都是開高走低有沒有 從日金 南韓 上海 恒申 全部開高走低 那當然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奇怪禮拜五美國股市是漲的 好不容易跌了稍微多一點點 都要彈起來了 照理說你整個亞洲股市應該是 順著美國股市的上漲 你就算不要漲了 應該也不至於開高走低 但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 好那各位 其實亞洲股市今天會有這個現象 跟我這幾天跟你講的重點是一致的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亞洲股市全面開高走低 答案在這裡啊 你們看今天美元啊 美元現在已經拿到92塊1了 對不對 各位你去看 如果我們把美元拿出來看 你就會發現啊 哇 怎麼搞的 美元過前高之後呢 還在繼續供 那這代表著說什麼 當你美元過於強勢 你亞洲匯率貶值的壓力就會比較重 那當時我有跟各位講過說 就算你今天外資啊 把這個資金放在亞洲市場裡面 他也不要買股票了 你放在亞洲市場裡面都不動 他也會有會損壓力 所以呢 當你美元過於強勢的時候呢 這就會造成什麼 亞洲股市呢 他的壓力就會出現 好那現在重點來了 當你美元都已經漲起來了 之前跟大家講 你過前高之後啊 照理說啦 因為你現在都站上月季線嘛 那你月季線成本都很低啊 所以呢 現在這個地方會開始慢慢有什麼 黃金交叉出現嘛 那代表著說 美元最起碼 你說要讓它看到大跌 機率不大 那到底這個對股市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 各位我們自己看啦 台股就算今天開高走低啊 你也會發現啊 指數也還是走震盪 對吧 今天亞洲股市呢 壓力就比較重 上海股市呢 尾盤的時候呢是收低 可是呢 你台北股市算強勢的喔 它現在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但是它會不會受到 國際股市的拖累 那這個地方呢再往下跌 好那各位 今天我測標有寫喔 這個禮拜的關盤重點 你要去看外資期貨倉位 好 因為下個禮拜三期貨結算啊 那你到底台股會不會有 那種壓低結算的動作 外資的倉位很重要 好我們注意看喔 禮拜五的時候呢 美國股市表現還算滿強的 稻窮守在月線之上 那當然月線未必能守住 就這邊走區間啊 那你高科技股呢 原本破季線之後呢 禮拜五呢 流出了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廢半也是一樣嘛 但是它季線都沒站上去 所以你現在從全球股市的架構 就很清楚發現 大致上大家都是比較偏區間啦 但這個區間會不會偏弱 好我們來仔細看喔 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股市為什麼會流出 場的下影線 第一個就業報告數據不錯 再來呢就是 有關聯準委主席 對於通膨的議題啊 其他講法跟之前沒有什麼改變啊 但是你會發現到 美國的十年期空戰 近期都在衝高 有沒有 到昨天已經來到1.566了 也就是說啊 之前衝高之後 震盪完之後又再衝高 但是當十年期空戰呢 這地方上漲的時候 美股反而流出場的下影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聯準會的主席說法跟以前沒有變 就是說 不會去看這一段期間 就不會看這個時間而已啦 因為他之前有說嘛 美國尚未實現完全的就業 通膨也未達標了 所以還是會維持寬鬆政策 那這地方呢 聯準會的決策者是希望說 當你通膨超過二的一段時間之後啊 才會採取行動去壓抑 所以現在啊 就算說看起來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有上來 對不對 可是他也要去看一段的時間 他未來的變化是怎麼樣 才去做決定 好 所以呢如果說我們就從這點來看 你最起碼美股就是先走區間啊 那你當然你台北股是在這個地方啊 稍微維持一個區間盤是合理的 可是大家會怕 怕什麼 會不會盤一盤之後就跌下來 那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去研判 各位我們注意看啊 我剛有說啊 答案已經寫在測標 這禮拜期貨的倉位很重要 到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呢 外資期貨的倉位 是付的25,695口 那這個月的期貨倉位之前最低啊 29,000多啦 大概29,600左右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這個禮拜啊 你外資期貨的倉位 它的空單是繼續增加 甚至於它增加到3萬口 好那我可以跟大家說 下禮拜的期貨結算不會太好 壓低結算空間很大 所以這要注意啊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現在你先不用擔心啊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呢 開高走低 昨天禮拜五的時候 外資的倉位是 付的25,695口 可是今天外資 他沒有增加空單 他反而是空單回補 他買了5,501口 那也就是說 外資的空單沒有再增加 現在是2萬1 但是因為你美元是上漲嘛對不對 對外資多多少少會有一些什麼 會損了一些壓力 所以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台北股市照理說了 這地方還是會先維持區間 好先維持區間 好但是維持區間盤喔 那那個個股的選擇啊 差異就很大 那個股的部分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去做解說 因為今天的盤市震盪非常非常的大 那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做 各位我們注意看 你今天如果亂做的 真的是兩面巴耳光 你注意看 今天整個期貨的倉位 一開盤就開高 很多人當然想說啊 開這麼高那當然我這邊先放空 可是當你空完之後他急拉了 等到急拉你認為說啊 應該是這個盤還是維持多頭 你看他又急殺 所以這個急拉又急殺的盤 千萬不要去追多或追空 那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我說我們今天是要做贏 我不是要做刺激 我們是穩穩蕩蕩的帶你做 所以咧 當你看到今天這種盤市震盪非常的大 而且急拉又急殺的盤 朋友 找盤的時候 我們先去抓他的支撐 也就是說 台股找盤拉高押回來的時候 我建議我們的會員 9點18分 15905上下5點 我去買進多單 很清楚了 好那各位你去看 9點23分來到15898嘛 那代表就說 今天我讓你買進的多單 你全部都成交 對吧 好 當你成交完之後 台股急拉 對不對 好 好那今天在9點43分左右 我建議我們的會員 掛16000上下5點 我們就獲利出金了 好因為這一段 最起碼有100點 那今天也一定做得到 所以呢 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我們不是在抓刺激的 我們是要做贏的 今天光是這一段 你最起碼 有100點的空間 好那各位你去看 3月份到今天為止 就是3月的 3月8號 應該算是第5個交易日 好因為上個禮拜是4天 上個禮拜4天的時候呢 我利用兩筆單 一筆單 我們賺65點 另外一筆單 我賺45點 也就是說 上個禮拜4個交易日 我用兩筆單 我們賺110點 那今天呢 我一筆單 我賺了100點 所以呢 整個3月份到現在為止 其貨的部位 我們賺210點 好那各位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啊 我一定會幫你縮小風險 我不會去亂凹單 然後呢 其貨操作 我們會盡量去累積我們的獲利 把損失縮小 盡量累積獲利 那我的目的只有一個 當然是要讓會員賺錢嘛 但是要怎麼賺 我之前跟他講 我要幫你累積一口單 一個月喔 一個月這一口單 不是說要5口10口 沒有 一口單一個月 有4到500點的目標 對不對 那各位你注意看啊 過年前跟過年後 因為有那個假期的關係 天數不夠 那正好過年的時候呢 那個震盪也比較不好抓 所以呢 我1月份的成績單 是250點左右 2月份天數更少 我2月份呢 新春開完盤之後回來 我們是賺329點 如果你去去除過年前跟過年後 你會發現到啊 我說我一口單 要幫你賺4到500點 去年9月我們就累積920點 去年10月份 我們累積608點 去年11月份 我們累積628點 去年12月份 我們累積686點 也就是說這半年多以來 你跟著我做期貨的 一個月下來 你都是賺錢 你都是賺錢 所以呢 當你整個市場的天數 已經開始回復到正常 那當然 3月份開始 我還是要累積一口單 一個月 幫你達到 4到500點的目標 好不好 所以你看啊 上個禮拜兩筆單嘛 110點 那今天呢100點 已經210點 我們後面還繼續累積下去 所以呢 如果你在期貨的操作上面 不知道怎麼做 或者是你老是在那邊啊 賺少 就是說賺少輸多的 我建議你啦 跟著一起來 光是今天啊 上個禮拜 1筆單45點 1筆單65點 那今天呢 1筆單100點 OK 現在朝著我們的目標 一口單一個月 4到500點的目標 我們開始在那邊做行進 好不好 所以呢 趕快跟著一起來 後面空間還很大 那當然震盪大一點的話 那當然你獲利的空間 就會比較大 所以呢 如果說到這個時間點 你的期貨 不知道怎麼做的 甚至於股票 我都要幫你達到雙贏的計畫 那待會我們來講 這種震盪盤 股票怎麼做 好不好 那如果說今天股票跟期貨 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今天我們給各位這個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 詢問體驗價 OK 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 個股的部分 要怎麼做 我跟你講 震盪盤不是說 每一檔個股都會漲 當然你是那個 資金的方向 它會落在哪裡 待會給你答案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股今天開高走低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台股 整個亞洲市場都開高走低 那剛剛我跟各位講過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是因為美元的關係 因為這兩天美元比較強 過了前高之後還在衝高 那代表著說 美元的黃金交差已經出現了 當然美元這地方太過於強勢 你亞洲匯率貶值的壓力就比較重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怎麼搞的這個市場上面 哇不是只有台北股市 怎麼亞洲股市好像連壓力都出來了 那當然這最主要是因為 外資會有會損的壓力 那當然未來的盤勢 台股到底後面會怎麼走 那我剛好跟他講 這個禮拜要看一下那個期貨的倉位 因為下禮拜三期貨結算 不過我覺得不用那麼悲觀 因為今天整個外資 那空當回補5000多口 上禮拜五的時候 是負的25695 那今天回補了5501口 也就是說 現在外資的期貨倉位大概在21000 所以他沒有繼續再擴大 但是這個現象會造成什麼 你台北股市還是會走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盤 他最主要是走個股表現 那你去想你想看 外資他本身會有一些會損壓力 所以他多少一定會賣股票 那你在這個時間點你去買股票 你最起碼要先是什麼 避開外資會賣的 你舉例來講 指數橫在這裡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有些個股反正真的是從高點一路點 不是只有一檔 你再仔細看 那台表科 從一月份就見高點 到現在為止跌了30塊 你買三張啊 買三張就好 到現在為止10萬塊就不見了 不要說你買多 你看那個系列也是一樣 到現在為止你看 一路跌 現在連季線也跌破了 你看世界現金也是一樣 對不對 好 那這盤為什麼會造成市場上 比較大的恐慌 比較大的壓力 原因在哪裡 其實在籌碼上面啊 因為你整個台北股市 在這一段新春開盤之後 你注意看 這天是新春開盤嘛 當年大漲了500多點嘛 可是你從融資的角度來看呢 那天開始融資大增 那代表說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散戶都在買 問題是你外資都在賣啊 那你現在這地方你買的股票 你當然不能跟什麼 人家外資要賣的股票 結果你拼命去買 那這樣子代表說 你幫人家出貨嘛 不是嗎 那當你問我說 老師我這盤今天到底要怎麼做 好那各位 震盪盤 我已經跟他講過了齁 現在你做什麼 第一個你要去抓低檔的股票嘛 不要老是去追高 大家都想買低賣高 可是每次低檔你都不買 這就很奇怪了 當你去追高的時候呢 很多個股要小心啊 不要接到最後高點之後呢 反而接到最後一棒 好那就很冤枉 好那注意看 除了低檔之外呢 你要有題材嘛 對不對 你要有基本面支撐嘛 如果搭配籌碼穩定的話 股票好拉嘛 對吧 那現在因為這個盤式 它不是攻擊盤 所以呢 你要去抓 與指數無關的股票 也就是說 我要買在這裡 我不會買在這裡 對吧 好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個股 是這個盤面 準備拉抬的個股 我可以跟他講 今天這個盤你看到 哇怎麼搞得開高走低 我們的個股還在創新高 討論你注意看 其實這些個股 我們都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說過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我就是不去追啦 因為你現在不是攻擊盤幹嘛追 那既然你還在走震盪 還在走整理盤 就是說你這個盤最多 就是先走個股表現 但是你去想一下嘛 什麼樣的個股它會有表現 那個基本面很爛的誰要買 主力去買後面沒有人要跟 他也倒不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法人面也好主力面也好 他一定會去抓什麼 你在這個位置 股價低估有題材的 舉個例子來說 你應該還記得這檔個股 中砂吧 在月線還在底部的時候 我就跟魏講 那時候我為什麼去介紹這檔個股 我就說嘛 你台積電現在全球只有你發展3奈米 你中砂做的鑽石碟 這個製程是3奈米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再怎麼樣你台積電還是要發展3奈米 你還是要用到鑽石碟啊 所以咧 當初在第一檔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我們去買中砂 對不對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他創新高 創新高我把它賣掉 賣掉完之後呢 我新春開盤之後我跟他說 他既然已經拉回有低點 我把它買回來 因為你基本面不會變啊 你3奈米還是要發展 你還是要用到鑽石碟啊 所以呢當時我跟他講 我把它買回來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喔 最近的震盪盤 中砂3不50創新高 又再創新高 到今天3月8號讓你看到什麼 再創新高 那我問各位嘛 你看到的盤是這樣的 今天大家看的盤都一樣 對不對 指數就號在這裡啊 問題是你做的股票不一樣 那結果就不一樣了 如果說有些個股來到這個時間 你下面去追的 難免你會很緊張 但問題是有些股價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那個本益比全部都已經反應完了 我問你後面為什麼你去追 那你為什麼不激檔的位置去 跟或者我們去買 有題材性的股票 有基本面支撐的股票 結果讓你看到什麼 創新高 所以這樣子兩次的操作 我跟你講賺個兩成三成的股票 不難啊 我再舉個例子給你看 你再仔細看 新春開盤之後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TPK 那時候都沒有動啊 可是為什麼我跟他講說 這個股票你要趕快第一檔先接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從基本面跟他講 你看他前年賺0.5元 去年賺2塊多 我說你想想看一檔股票 他能夠從前年到去年賺4倍 啊股價在這個位置怎麼合理欸 對不對 結果你注意看嘛 當時還在低檔每天跟你講 快要發動前我還跟你講 趕快一起來 對不對 結果你注意看啊 講完之後呢 工掌領啊 啊你是我的會員呢 44塊左右我們先低接 沒有大漲叫你買 2月25號發動之前 什麼叫發動之前 因為他2月26號漲低 發動之前的前一天 45塊半我們再買 結果你會發現啊 是不是上去了 你現在再回頭來看 指數沒有動啊 可是3673的TPK有沒有跌 沒有跌啊 啊當初我們在低檔百 你看到現在為止 我們不用緊張啊 這就是一個成本的概念嘛 你的成本 永遠比市場還要來的高 當你有震盪的時候 難免你會很緊張 但是如果說你能夠 把你的成本去壓到 比市場都還要來的低啦 最起碼我跟法人成本一樣 結果呢 低檔買完一沖高 為什麼擔心呢 像這樣的個股 除了TPK之外 今天也讓你看到什麼 中砂也創新高 對不對 再來你再仔細看 之前我也跟你講過什麼 講過康普嘛 做電池的嘛 前面這一段兩支漲停板 我賺23% 我有買有賣啊 新春開盤之後 我把它買回來嘛 對不對 買完之後三不五十創新高 買完之後三不五十創新高 然後呢還是創新高 然後呢還是創新高 你想想看啊 台北股市指數沒有漲 但是我們的股票 你低檔買完之後衝上去 這一段是兩成喔 我前面已經賺到23% 你一檔股票兩次操作 你超過四成 可是如果你跟錯老師 或是你買錯股票 我問你喔 到現在為止你看 被動元件也打下來 你現在都要來等解套 可是你跟著我們操作呢 你是已經在獲利了嘛 對不對 一檔股票這一段就兩成 所以我們的個股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你都會發現到 欸怎麼搞的 老師你的股票還可以重新高 因為我就跟他說啊 這個時間點 你的操作重點在哪裡 是不是低檔 有題材 籌碼穩定的股票 啊我們去抓那個跟大盤指數 無關的股票 因為你這個大盤 不是攻擊盤啊 啊你既然不是攻擊盤 你還去抓那些 需要大量的個股 你從成交量就知道了嘛 今天台北股市在怎麼震盪 量都縮了啊 所以量縮的時候呢 它是比較不適合 比較高價或比較大量的股票 所以呢 從這個方向去選股 好不好 好那再來 啊到底後面還要漲什麼股票 我再舉個例子來看 你看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認為這檔個股 這禮拜機會非常大 因為 他一月營收 創14個月以來的新高 一月營收年增的20%以上 代表說他有這個營收成長 那在技術面裡面 他在做收斂三角形 那我說這突破的話 就準備要走攻擊 所以當你今天台北股 是開高走低的時候 這一類型的個股 就已經開始準備要走攻擊了 已經開始要過緊線了 所以你籌碼穩定 法人還在低接的個股 你就跟著法人把成本一樣 就把你的成本壓低 這樣子你才能夠賺的比較多 當然我們今天這樣子講 很多人會講 老師我就是我的股票 就是套牢 我現在沒有這個心情 那我還提醒你 如果你那個錯誤的方向 你一直走 你還是一樣會一直沒有心情 你要需要有一個人 能夠幫你去糾正 你現在持股的方向 你才能夠在這種震盪盤局裡面 你的個股還能繼續往上衝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就跟他講 今天不管是股票也好 或者是期貨也好 像今天期貨 我們一筆單賺100點 我不知道你做幾口 但是我是用一口來算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穩穩當當的賺 所以不管是股票或期貨 我都希望能幫你 創造雙贏的計畫 好不好 那如果說這種震盪盤 很多人覺得說比較難做 那當然比較難做 你才需要有人幫你 那我是不是能夠幫得到你 你決定了好不好 但是我說 我不增加你的負擔 今天我給各位這個體驗價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要幫你創造 旗鼓雙贏的計畫 好不好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這段神聖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